這個朴正熙總統 去到掌權 權傾全南韓 風光了十幾年 1976年10月26日 不是豪門夜宴 高官夜宴 他就在中情局 CIA 中情局應該很安全 總統和中情局 在中情局的宴會廳那裡 自己秘密的高官在那裡吃晚飯 就不知道要談什麼 酒甜已熱 突然間有個傢伙站起來 什麼事去洗手間 不是啊 立刻拔東西 拔那些槍出來 那 台上 座上各人都兇了 是吧 朴正熙將軍做了總統 喂 他都見怪世面 是吧 那 這個 但是這個環境呢 森大哥 不到你處變不驚 如果是你 你怕不怕 是吧 剛剛在吃鮑魚 都沒有聲音 立刻整個鮑魚 來不及反應 是啊 鮑魚都來不及套出來 是吧 你知不知道拔窗那個是誰 是誰 是誰 是 我叫你猜真的猜不到 就是中情局局長 韓國的南韓的中情局局長 就是南韓中情局局長 應該是 是 是 不是你的親信 你怎會讓他做到中情局長 哦 他拔窗 他 南韓中情局局長 打死他 這樣 就 幾槍 就 殺了總統 朴正熙 東場閉尾 東場吃飯 還有幾個都陪葬 其他有幾個高官在場的 拔得打死 都死了 那老實說 具體情況 老實說 就是你知道 去到這些層面的政治的事情 他關了門 之後是怎樣呢 就 大家就總之有不同的版本 你有沒有知道 有沒有報導 為什麼他要殺這個朴正熙 那你這個就說 其實為什麼我南韓整個政局 都是很多的跌檔 南韓人 這條路都不是容易走的 是吧 戰後 他又打內戰 內戰之後 還要這個 很多政變 你明白 朴正熙是政變上來 但是最後 他都不是經過選舉下場的 對不對 所以你說他行的民主制 都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制 我聽人說 敬鴻 當時 我想插插咀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南韓人 他是識共日文 你聽過 叫做金大宗 你聽過 大宗這個都是猛人來的 為什麼呢 我呢 真是傳奇的 我認識他 為什麼我認識他呢 七二年秋天 我去到日本讀書 他逃亡到日本 他逃亡到日本 他是看病 還有他的腳已經跌跌了 那麼 日本人就很捧他 因為他推崇民主 那些報界的朋友 招日新聞 讀了新聞 有一次 讀了新聞 他是民主力量的領頭人 對 目睹的事 就是一個朋友 一起很多人 在一個餐廳 他都在船 那麼他講日文 我不以為他是日本人 後來隔壁的朋友告訴你 他是這麼大宗 逃到日本 為什麼呢 他受到極正氣的迫害 就逃到日本 那我就跟他聊天 那我的日文 那時候很差的 那他問我 你讀了幾年日文 我說你來了 三個月左右 哎呀 三個月左右 你都很厲害 他很開心 他又找人 一班人去喝咖啡 他是教徒來的 那又去喝咖啡 你知道日本的 那些吃茶店很過癮 他告訴我 他本來這個人 他本來不服政器 他做總統的 嗯 就是你那個服政器 洗橫手 贏了他百分之四的選票 如果正式點票呢 那個總統就這麼大宗 因為呢 他佔了一個位 八十幾個位 服政器有百多個位 那你就很害怕了 因為一個民主派的人 可以這樣和他鬥 服政器 只要死 那我問他為什麽 一隻腳踩踩踩 他說他遇到車王 同行的三個都死了 剩下他 他是扑政器暗殺他 知不 他就不死 那三個死了 是在韓國 所以他是唯有 一個守務博計智領 是不是 是書生 他不是 那怎麽鬥呢 是呀 他跟我說 他說 Yosa 我叫Yosa 聖業 Yosa 我問你一句 當年你們中國的革命 那個領導人 又跟我一樣 大洪山的書生 孫中山都在日本 不是 他說他都是 贏人 為什麽不可以革命呢 我問他 那你怎麽用這個革命去鬥呢 他說 我告訴你 Yosa 有一天 我一定要做到南韓總統 我跟他握手 希望你做到 他說 如果我做南韓總統 你來探望我 他真的做南韓總統 我沒有去找他 我怕他已經不認識我 已經不認識這個Yosa 我做不到他 所以我很傳奇 我很同情他 就是我覺得 你跌了腳 跌跌一下 撿回一條命 還要去奔波 還要去 但是那些人很好 很nice 他真的推銷民主 知道嗎 他說不可以 太過獨裁 其實 其實你看看 有時候我們叫做 活得久 就見得多 如果 在太陽之下 太陽之下 沒有了新事 你說的 大眾 經歷的事情 沒錯 陳水扁也經歷過 陳水扁 對 台灣 陳水扁 其實是類似時候 都是七十年代 尾 陳水扁 是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 這個女生 就是地主的父母的女兒 欣賞這個農村窮的青年 勤勤青年 知道嗎 真的是 我看到金大眾 所以我們 是啊 所以你說金大眾 我就是作為一個 讓大家去一個歷史的參考 就是說 太陽之下 無身事 在南韓 又是差不多時候發生的事情 在台灣 又是差不多時候發生 是不是 就是用所謂的車禍 另外還有一件事 你 美麗島事件 在台灣 是滅門慘案的 滅門慘案 是不是 是 其實南韓 又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我們說回朴正熙這裡 是的 那七九年 我拼了之後 10月26日 拼了 你 喂 那就是一雞死一雞明 全斗換軍 全哥來了 當時跟了他十 是的 跟了他十幾年 他都已經 他也是 李朴正熙也是軍人 他全斗換又是軍人 他也是軍人 做總統 由將軍做到總統 他呢 你就 現在 然後 輪到我了 他又在那裏 籌劃了 一個多月 哈哈 你10月26日死了 然後呢 12月 12月呢 又有另一件 南韓歷史 這個考南韓近代史要考的 就叫做雙十二政變 雙十二 我們中國就有 我們有雙十 我們有雙十 新軍政變 他呢 原來他就有 1979年 12月12日 雙十二政變 就輪到全斗換來了 他就奪權了 是吧 那麼 跟著下去呢 80年呢 他呢 就黃袍加薪了 他就做總統了 全斗換就做總統了 那這些呢 我說不好聽呢 民主制度之下 他都不用民主選舉的 大佬 就是這樣又上了來 是吧 那麼就做了這個 南韓第十一屆總統 做了兩屆 做了十二屆 嗯 那一路由80年呢 他就做到88年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所以你說 你有 有原理認識的 金大宗呢 他是另一種人 因為他不是 他不是軍 他是一個有知識的人 他就是我跟你這樣 不是軍 他就有些學識 其實很多 他拿到和平獎 是啊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的發展 就是我們 我們看用一個 一個世界觀 是吧 其實這個世界的 所謂文明發展的過程 就是這樣的 嗯 早年的時候 其實是一些 強人政治 誰大隻 誰有權力 是吧 誰夠狼 那隻佬 說是夠狼 夠大隻 是吧 就凝聚一班人 好像陳勝吾廣 那樣 就是凝聚一班人 那你就成者為王 敗者為偷 敗者為偷 但是 但是 當一個的社會文明發展 其實 就應該是由一個 所謂武力 是慢慢演化去到重視 是智力 是智識 沒錯 OK 但是 通常 通常拿著社會的獨在者 不會聽 你唯有 找票 或者革命推翻 是不是 沒有辦法 所以在南韓 南韓這個過程 你看到 戰後南韓這個過程 不斷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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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學生上去打架 你有沒有看過 學生經常都打架 我知道 你記住一件事 他 這種社會的矛盾 這種鬥爭 就算是暴力鬥爭也好 都慶幸 慶幸 他後面 還是一個叫做民主體制 是不是 所以我經常講笑 我說 其實 韓國就最好的一個 現代的一個 洋版給我們看 北韓 就很寧靜的 知道嗎 很太平洋 是嗎 是啊 但是南韓 你說的 工人日日示威 學生日日抗議 打架 我看不知多少片 新南韓都講過 電視台播 但是南韓 就是亞洲四小龍之一 就是全世界都震動 他的經濟發展 他的創意文化 這二十年 他的 他的電視劇 以這個由於遊戲為例 是全球的人都看 幾億人看 是不是 那 你有得選 到底你是想去南韓這個 那麼 那麼圈鬧的地方 還是你喜歡去北韓一個 那麼寧靜的地方呢 我留北韓的地方給阿景雄去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